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花莲受风15号晚发生了理事5.5级的地震 全台有感 5分钟后又一次出现余震 直到16号的凌晨 当地共发生了8次地震 台气象部门表示 这次地震是浅层地震 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未来两周还会有较大的余震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随着一声巨响开始强烈震动 车库里的轿车也有晃动 室内的吊灯大幅摇摆 餐厅内的顾客马上一阵骚动 想要往外跑 台媒报道称 15号晚间花莲接连发生地震 最强一次摇晃超过一分钟 台北也有明显震感 台北捷运一度停驶 高铁未受影响 核电厂机组正常运转 台湾当地侧报这次地震规模 为理事5.5级 深度10公里 花莲镇度4级 镇中在花莲受风箱 之后相隔5分钟 又发生一次理事5.1级的余震 几天就已经有一些小地震 释放能量 那今天的这两颗地震之后 可能后续还是会有一些 余震活动的发生 两次地震后 直到16号凌晨 花莲又发生6次地震 台气象部门表示 是正常能量释放 未来两周到一个月内 还有较大余震可能 里面分析 那've 咱箱 第一茂